温哥华每日生活 哈喽大家好 我是麦特妈妈 大家好 我是麦特爸爸 前几期节目当中呢 我们聊到了一个海景房 在白石的附近 然后呢 那套房子当时卖将近200万家 对 就是这套房子 199万8 然后呢 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 那几天 当然不是因为我们播出了 我们的节目 它突然就涨到了219万 对 一下涨了20万呢 200万房子涨了20万 那就是涨了10% 其实就是有一个数据统计 就从今天春天到现在 就是大湾地区的房价 普遍上涨了10% 那你看这套房子 它就在一周之内 就是我们节目 在准备制作 整理的过程当中 然后呢 那时候是卖将近200万 对 因为 这一个星期之内 它的标价就已经上去了 上调了 其实可见呢 很多人都看上了这套房子 肯定就是出现了 这个抢offer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它那房子才会涨价 是 因为一直在听说 身边的朋友在说 说最近房子在涨 我们没什么太多的感情认识 一直在听说 直到这套房子 它发现 这假的真是涨 眼看着涨 对 它涨了这个19万 涨了10% 也就彻底断了 我想买它的面线 对 记得吗 就是买的妈妈那集 看这房子 特兴奋 越看越高兴 越看越高兴 特别当天就约老夏 去看房子 对 因为那个 海景啊 还有它那个厨房啊 客厅啊什么的 就是我要的那种 特别喜欢 但是呢 一看它一下子就涨了 将近20万 我就觉得就算了吧 就是 还是先住在我现在这套房子里 也挺好的 哎呀 那另一个角度来说 咱家房子之物也涨价了呢 按市场的那个情况看 应该是大家就整个大陆地区嘛 房子它普遍都是涨价了 但是你自己住的房子 它涨不涨也没啥关系 对 你说这个吧 我就想说啥了 你看就周围也有很多朋友 一直不停地看房子 对 从春天一直看到现在还没出手 对 然后呢 你看这房子就是 眼看着房价就上来了 就涨了10% 对啊 就是 这个也跟很多人买股票似的 买涨不买跌啊 对 可是很多人买房子吧 你看着它跌吧 你就希望它 再跌点 可是你看着它涨吧 你还是不买 你老觉得它可能还会再跌下来 于是它就一直在看着涨 这个前两年在北京的这个买房市场 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一直看房一直看房 看着房子 最终看着买不下去了 但文革华还没那么夸张 因为文革华其实的涨幅没有那么大 也没那么夸张 它跟北京的那种经济发展 那种蓬勃的那种那种样子 还是有一些差距 对 它其实 就是房地产这块 它相对来说平稳上涨 对 但是呢 你看 我就想说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在买房子 这个事情上 我跟麦的爸爸 我们是这样觉得的 就我们私下聊天 就觉得 如果你是刚需的话 你就别想那么多 是吧 你就看上一个房子 比如说是你要的学区 然后呢 周围环境也差不多 你该出手你就出手 你不能追求完美 说你看得太全面了 看得太全面了 你就很难下手了 而且永远不可能买到最低点 是吧 这差不多的情况 而且自己住的房子吧 没有什么低也高的 那也不是打算 那个再出去卖 把这房子再卖掉 是吧 只要住着合适 住着舒服 能负担得起 刚需就先住 是吧 是 但是呢 说起这个房子 很多人 国内的朋友 或者其他朋友在问 说最近今年 因为这个疫情 是不是这房子 现在没有市场 在降 为什么现在 反而涨价了呢 其实呢 大家也可以看 有一个数据 也在表明 最近在温哥华 这边涨价的更多 这是连牌和独立屋 尤其是连牌 涨得更凶 这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之前 就是想买公寓 和住在公寓里的人呢 都移到了 就是买这个连牌 就townhouse 这一批 哪个房子里去 因为疫情嘛 对 因为疫情呢 就是让原来 住在公寓里的人 觉得上班方便 然后价格 也相对来说低一些 对 可是呢 疫情一来呢 大家呢 就不能享受 公寓提供给你的 比如说健身设施啊 游泳池啊 这些公共的这些 设备 你就不能用了 对 而且呢 相对来说 你生活在公寓里 你那个独立的空间啊 跟其他的那个 呃 单元户的人呢 你都是那种 中央空调 相对来说 还不那么安全 中央空调 人相对密集 还有坐电梯 上下楼什么的 人与人接触的 会比较密集 所以很多人呢 现在就想 把自己的房 从公寓 换成townhouse 换成独立屋 但毕竟 尤其在温哥华这边 在独立屋的价格 相对还是比较高 是吧 townhouse可负担性 更强一些 其实很多townhouse的价格 其实跟公寓 也差不太多 两居的公寓 现在好点的地段 差不多要在 100万 80万 100万 是吧 然后townhouse呢 如果这个在相对 这个 好一点 没有那么好 我们说的都是中档的 也是在差不多 80100万 就能够买到 然后在好点的位置的话 150万以内 就能买到一个 很好的townhouse 是吧 所以说townhouse 是今年涨幅最高的 然后其次 倾价比高 然后其次就是独立屋 是吧 这也反映了 为什么 这两年 还是今年的涨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前两年的房价涨 让刚需用户的需求 压抑了两年 但刚需嘛 到今年又遇见了一个疫情 现在因为疫情 然后官方这个银行的利率 调低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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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几现在 对 然后呢 据说之前是曾经有过三点多 我们去年那时候买的时候 是2.7 对 是吧 今年现在已经到2以下了 哎呦 这个利率 真的是太合适了 对 太合适了 所以很多人呢 就是 刚需的人呢 就都在开始看房子 买房子了 利率低 是一个很重要的 对 那说了这么多 关于看房子买房子 我们其实也总结了一点 看房子的小技巧 因为有朋友在问 怎么挑房子的事 我们把怎么 这些我们想到的几个小技巧 跟大家简单聊一聊 不全面 仅代表个人意见 你有什么小技巧啊 第一 看房子 我觉得就是 主要就是说 看那个周围的环境吧 对 特别好 就是一定是周围的环境 是第一位 就是你买房子 不是说单独买这一栋房子 是吧 你要看整个社区 我们记得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你要买哪个社区的话 可以开车 现在附近转一转 看那周围的邻居家 布置怎么样 邻居家那草坪修剪的怎么样 然后呢 就包括 看这个社区街道 停的车多不多 看邻居家 是不是都是 停的车多的话 就都是出租的 有出租单位 是吧 停的车少的话 或者是这个 就说明这个社区比较安静 比较适合 是吧 当时我们就买现在这套房子的时候 我们还通过那个Google Map 对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它有一个3D的一个 就是景观 你可以看到你周围的环境 通过那个地图就可以看到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这个地和这个房屋的形状 从俯视的角度 看这个地和房屋的形状 还可以看到它你周围的邻居大概也都能看到 对 那是就像一个实时的地图 对 你拿那个Google Google Map 谷歌地图 对 你用它那个实景模式 你能看到你要看的这个房子 它整个地块什么样 是吧 我们看有些房子 我们觉得这个在那个网上看着还不错 对 然后呢 在Google这个上一看 这个它是个叫喇叭口 前面大后面小 特别不规则 就前面给外边的花园很大 这家后院很小 这种地块就不好 是吧 还有的地块呢 就是你看它后院跟别人家挤在一起了 是吧 比如说你的后院墙周围三栋房子都俯视你们家后院这种的 也通过这个Google Map上都能看出来 当时我们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专门在Google Map看了看 挺有意思的 就发现我们家旁边很多邻居家后院一看 全是游泳池 全是游泳池 对 我们俩看了半天 对 但是最后呢 我们还是觉得 不能买游泳池的 对 不好收拾 一个是不好收拾 还有一个 这个大温毕竟不像 你在Miami在热带 一年四季的直接跳泳池 在这边 在游泳池玩水的季节太短了 玩水的季节太短 剩下的季节还得维护 还是挺麻烦的 对 还是有好的view更重要 对 是 但是从空中看 家家背后游泳池的感觉挺好玩的 对 这是一个看房子的 对 然后还有呢 还有就是说 你到那个 尤其是上下学的时候 你可以去那个社区那附近转一转 你会看到这个社区主要住的是 什么类型的居民 比如说 你不记得不记得 我们在多伦多看房的时候 放学的时候 你会发现全是一些 爷爷奶奶来自的孩子 对 全是华人 那个区域全是爷爷奶奶 替孩子背着书包 孩子全都蹦蹦蹦蹦地跑 是吧 对 你就能了解到这个区域 大多是什么样的人口构成 对 然后如果是 都是什么西人啊 或者是阴役啊 就是你大概能了解 能了解这个学校 和这个社区的人口的构成情况 对 对 我觉得 做一些实地调查 然后呢 再做一些前期的纸上的功课 去研究一下这个房子 你会带他更有一些 心理的这个预期 看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是吧 然后呢 进到房子里头 就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了 是吧 但是你看说到这个吧 就特别动 就是我们当年 在那个 端端那边跟小癌一起看房子的时候呢 因为加拿大这边呢 他那个就是 不是有很多人 自己在家里 种植大麻吗 对 对 所以那个 那样的房子呢 叫大麻屋 那种了大麻的 那大麻屋 你要是买到手里 那就麻痕就特别大了 因为 他一个是呢 那个种植的 那个过程当中呢 他那个蒸汽 和他那个 那个光照 会把那个 房子的那个墙壁 就是弄得很 就发霉 就是有很多霉菌 然后对这个房屋的损伤呢 特别大 而且是呢 一旦是这个 这个房子确定了 那个是大麻屋的话 那他 他会那个 就未来 你在卖这个房子的时候 你是卖不出去的 就是 其实他那个 看房子有很多技巧 对 然后还有就是说 我们上次节目当中也说 就是80年代之前 建设的那些房子 包括80年代 很多那个老房子里 都有10年 那你要是说 就是未来 如果你一直生活在这 你不拆件 没关系 如果要是拆件的话 这些也是一个 特别要注重的一个方面 对 到时候就有很多看 挑房 有很多具体的 具体的一些情况 其实还是建议 要找专业人士 找靠谱的专业人士 好经济 对 好经济 然后要好好看一看 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 在网上也在问我 说 到这以后 怎么 我还在国内要来的话 怎么短租房 是吧 或者是我到那 必须要先去一趟租房 还是怎么的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一个最好的模式 如果你在这边有朋友 或者有靠谱的人 帮你先租下来 是吧 先短租 租上三个月半年的都可以 还有种模式 如果这边没有特别合适的 你直接联络经济 有些靠谱的经济 也可以来帮你先来租 因为这边租房和买房 都有专门的经济 就是有一些人不省事 就说我能不能就通过一些 比如说群 然后找一些熟人 从个人手上租房子 这种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自己就必须要承担一个风险 就是你没有通过房屋的经济 租房经济来给你签这份合同的话 那么未来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各种 在居住过程当中你遇到的麻烦 到最后可能会影响你的生活 所以我们呢 就是我和爸爸 我们两个人总结的这个生活经验 就是什么事情呢 尽量走正规渠道 如果说这个遇到问题的话呢 都有正规渠道去帮你去解决 尤其是在很多领域 其实我们都不是专家 我们可能省了那点钱 到最后你打官司 或者是你那个两个人 对白一车有纠纷的时候 你花的时间和精力 还有金钱 远远不止你省的这些钱 对联系一个靠谱的专业的经济 然后他会帮你解决很多问题 对 然后呢可以先租个短租房 然后呢有合适的到先过来 是吧 甚至你可以先租那种 什么一周两周的 什么先过来 然后在他的时期租一个 三个月半年的一年的房子 然后在他的时期买房 其实很多新移民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是吧 不用太担心 那个每个新民来这儿 都会有一个很长的适应过程 对 你可能先开始住的地儿 并不一定是你最后选择的地儿 是吧 对 这个东西 甚至你买了房子 都有可能过段时间变的 对 是这样 但这边 但就是这样 而且房地产交易呀 都很便捷 租房很便捷 不用太多招心 一步一步来就好 是吧 而且通常就是说 就是如果您是移民 或者流血过来的 就是基本上 你在国内的那个中介的公司 最后呢 他都会推荐给你一些 就是新移民安家的一些服务 这个不用太想更多 太担心 对 好 那今天关于这个房子的事 就聊到这儿了 的确是有一些涨幅 但也不用太苦慌 好房子该有还是会有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慢慢就到了去年 我跟MathMap买房子的季节了 对 对 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说 说你一定要在圣诞节之前 该出手时就出手 因为那时候 大家都过圣诞节了 但是今年有点情况特殊 就是大家可能天天都在家呆着 也不出去度假了 因为这个疫情影响 大家也不出门了 所以今年的这个跟往年 还是有不同 大家还是自己去评判 对 而且今天这些也比较热 是吧 对 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然后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继续分享我们的节目 帮助我们更好的做温哥华 每日生活 OK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